袁國昂好搞笑,當時捉高灣都未捉完180人 那時已經去到陳肇時的星期六早上 180人都盡了很多漏網之餘,未找到,未送進去 是否應該等他送進去,再等他做了檢測 你先去看中環診所,沒問題,真是假陽性 你先讓他們走,而且以前曾經試過 在檢測中心驗錯了無辜假陽性 在荃灣那單就是這樣,在附庸那邊 整棟樓的人一起去捉高灣 但其他那些,證實了假陽性 受到牽連的住客,都無法即時離開捉高灣 有些還要隔離多幾天,為何今次不是這樣做 為了謹慎應該要這樣做 楊智京在北大嶼山醫院是繼續醫療觀察的 醫學觀察的,為何其他不是 林鄭明明要求全部捉去,你這樣放人 第二天就說,再出聲明 今次林鄭是兩次晚上漏夜出聲明 第二次就說,他們的官員 雖然蕭澤儀已經說,我已經回去做事了 復職了,無法復職,再加隔離 但轉過頭,梁子超就說,再加隔離 都會散開去的,他說有什麽垂直式 又說那些氣管,那些再加隔離其實很危險 為何捉高灣都未爆,防疫酒店你可以用 你依然給這班官員再加隔離,這就是粗疏 又要嫌,嫌得之餘,還有很多漏洞出現 就等於你對國泰,別人承諾些什麽 你就不用監管,是幾次出事 如果今次香港又說大爆發,是因為政府問題 沒有好好監督國泰,一而再,再而三有問題 然後這班官員就不守紀律 然後這些不守紀律,還要在這裡 聲大甲惡,好像何君堯 明明自己錯,還要罵別人,朱衛星也是 別人林鄭當然有錯,陳少史當然是廢 但不等於你們沒有犯規 你們沒有犯法,是政府問題 但叫了你們不做,你道德,身為議員 是應該是大家對要求嚴格些 你盡要就說,誒賣人家自己好像沒有關係 平時築高灣出現了這麽多問題 市民投訴了很多次 你們這班議員有沒有發聲 你何君堯自己住一住,覺得有問題 你就吵冤巴閉 之前市民那些事,你有沒有看呢 還有你何君堯是白痴的 進去的時候你都說等了一大半天 出去的時候你以為會很快嗎 突然間政府效率會很快嗎 當然是慢的,記不記得之前有很多 就是整棟樓要隔離的 去到足高灣都不能下車 在車上要等很久,為甚麼 還未安排到手續 接著可以走的時候 要分幾批,有些翌日才可以走 為甚麼 他搞不定 一樣,何君堯之前你不發聲說這些 你還說甚麼今夜星光燦爛 入到就說設備好新井 要你多留幾個小時反而吵冤巴閉 然後又要握拳頭 要打給老婆 老婆,我不知道十二點之前 能不能回來 然後就說他車都車到青衣地鐵站 不是車到回家 他不是車到東涌就算了 車到青衣都算好了 何君堯 哎呀,十點多都沒飯吃 我早知道,問他拿回飯盒 剛才我說不要,是你笨 是你笨 是你笨 明知效率低 人家問你吃不吃飯 你說不要 以為很快可以走 那就是你一雙情願 你笨 還要在這裏 即是很多這些笑話 而這件事去到現在 越霸就越厲害 隱瞞行蹤,不用安心出行 食肆,為甚麼會這樣 食環署拒絕去補充他資料 林鄭的說法 然後楊立門那些之前的公務員 反駁他政府 你看到狗爭狗好混亂 唐英年就支持 葉國謙就說 難道下下人頭落地嗎 怎知道葉國謙 說這個政府 你講不完的那些壞事 星期一,1月3號 洪惠民飯局 1月4號消防署 為甚麼會搞過百人的宴會 這個政府你自己搞 然後有先問你們 是不回答搞宴會的目的和出席人數 是,出席人數都不說 消防署又是這樣 然後原來去到行政會的聖聯 葉國謙有份 難怪你會包庇除英偉 原來你都做這些事 好了,跟著楊敏傑立法會議員 跟著民政署、食環署、警隊 不同部門的官員又有份去飯局 做甚麼事 1月5號星期三 那天林鄭就公佈要收緊社交局措施 因為已經爆了維園的退群組 地政總署在自己 42個人不戴口罩拍照 這個肯定是犯規 社交距離都犯了 五九九主、五九九i 你說拍照那一刻他才脫 病毒會知道 你拍照那一刻他就不入你了 跟著1月6號林鄭開記招 本身1月6號都有飯局的 都有名單流出來 有何惠珊、陳教署副署長王骨慶 還有飯局、媽寶 又是鄧二海、歐家雲詩詩 又旅、又酒、有飯局 他全部都有份 跟著有徐英偉、洪偉文 不過之前就說他取消了 1月7號已經晚上沒有得晚市 沒有得堂食 好多行業沒有得做生意 政府還未公佈補償基金 即是說星期二的時候林鄭星期五去公佈 仍是叫苦連天的時候 竟然這個土木工程拓展處22條人 為了慶祝方學成升任做處長 搞遊艇派對 抓了病毒 方氏那些人不知道再拍照 喂 去到星期五都仍是這樣 1月7號 是那天就實施那些新一輪的社交措施 是連大部門小部門全部有問題 你怎麼管你林鄭 是沒有一個聽你說的 有哪個部門有沒有犯規 現在可不可以數一下 犯規部門就多羅羅 好似這些白穩綠 你明不明白你的角色衝突 是不應該去犯規你的照去 好了那些官員道歉 第一個1月6號徐英偉 然後林鄭說完 她不知道原來英倫也有份隔離 發展局政治助理 她不知道原來官員人數是這麼少 然後最遲道歉的1月9號 陳即時民政局的副局長 為什麼官員要分四天去道歉 是什麼效率 什麼同一時間全部道歉 議員就是1月7月8分兩天 1月6全部補僥倖之心 傳媒沒有爆料 梁君彥沒有點名 全部不出來說 是被人點出來 那幾個才有回應 初初陸項民說 我再加觀察隔離就可以了 第二天就馬上捉你去捉高灣 而且朱衛星沒有那麼安心出行 他憑什麼證明到 他九點半之前已經離開 為什麼這個商台大搖大擺 說沒有安心出行 你都不捉他去捉高灣 你怎麼知道他九點半不在 他說你就信 你看到政府是不電的 今次要處理 說那些壞事是多到 我都說不完 是十天都說不完 這陣子最忙的是誰 是我們的趕時事評論 每個小時都爆新料 追到追不及 連續劇都沒有那麼快 這個就是洪偉文飯 各醜聞連續劇 或者多道理 還有一個是馮浩賢 去到星期一就會出現 原來再是第十名官員 創科辦副總監 還要衰到怎樣 6號林鎮開幾招 說要嚴肅處理 對官員十分失望 而這個有份去 在七號還可以上班 回到政府大樓 去到十號才被人踢爆 回到政府大樓 去到十號才被人踢爆 原來他有去 你搞什麼 這個政府 這個馮浩賢 還有份去 防疫的工作他有份 也是負責的官員 都有份這樣做事 那你說死不死 除了禮賓惡懷之外 你試試將這件事 給上面看 給任何人看 國際笑話 上面會不會收火 但這件事是繼續發酵 好嗎 我們很中分的 我們分不大 看